又以国产海上巨手即将装备部队,没人敢说中国跨越不了海峡。 欧洲野牛气垫船是世界上最大的气垫登陆船舶,主要用于运送战斗装备和海军登陆部队,先前登陆分队队员,可在未构主攻式的岸边登陆,对滩头部队提供火力支持,同时还可运送水雷,不设主动雷杖。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,中国相中了此款武器,于是当时希腊和中国都从俄罗斯或乌克兰购买了一批野牛吉,但是野牛吉在希腊的服役状况并不理想,而在中国扎下根,且大部分时间都能执行任务,不但如此,中国还成功修复了一艘严重受损的野牛吉。 不过中国并没有仅仅停留在从别国购买或是修复上,而是不断钻研技术,准备自己国产的野牛吉气电船以装备部队。 而近期国产版欧洲野牛吉气电船的生产明显全面加速,继5号舰在去年底亮响之后,据悉近期又有一艘国产野牛吉气电船即将亮响,这将大大增强中国跨海登陆作战的能力。 野牛吉气电船 野牛吉气电登陆艇水量高达555吨,它一次可运输三辆T-72级主战坦克。 美国的LC-8C 美国的LC-8C虽然也是气电登陆船,但大小和性能却和野牛吉有很大的差距。 野牛吉一次可以运输三辆T-72级别的主战坦克。 而LC-8C则只能运送一辆M-1A-2坦克,野牛吉的航程超过了600海里,而LC-8C仅有300海里。 当然,这主要还是因为两款气电船的定位不同造成的。 LC-8C作为船务登陆舰的附属船只,主要跟随船务登陆舰活动,在船务登陆舰移动到陆地附近才是放出LC-8C进行抢摊登陆。 而野牛吉气电船则是一款独立行动的军舰,适合远距离奔袭作战。 如今中国海军兼收并聚,同时引进和研制了野牛气电船和国产版LC-8C登陆艇,可以说大大丰富了中国国产气电船的性能。 一旦大规模量产并服役部队,那样中国未来的渡海登陆作战,以及在横渡海峡的作战中,中国就可同时出动大批气电船快速跨海,以最短的时间运送大量部队抢摊登陆,赢得战争的先机了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